拜登向参众两院来喊话 要求你们通过我2.3兆美金 也就是65兆台币这样的一个基建APP 他讲话非常的重 他怎么讲 他说中国在抢我们的地盘 中国投资数以千计的美元 在研究上面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中国就会拥有全世界的电动车市场 美国必须要竞争 而且你看到 现在他对中国的一个态度 比川普只有更狠 并没有更放松 另外就是 更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国王部长奥斯汀 他怎么讲 他居然讲下一场的大战 会非常的不一样 美军现在拥有的武器是什么 人工智慧 量子计算跟边缘计算 也就是过去 你那种长枪大炮的年代 似乎已经过去了 而在情报上面 老婆我们来看这张图 美国已经做好研究 也就是中国的潜水艇 你只能在这种潜水区 如果你要从潜水区进到深水区 他已经把每个的咽喉控制点 全部都已经列出来了 而在每一个咽喉控制点 我要放什么潜艇 我要放什么武器 我空中要有什么来巡视 美军都已经做好准备 也就是说 今天第一岛链这个捆龙所 不是嘴巴说说 任何的缝隙 美国都有因应策略 好 在这一段里面 财经专家温伟杰也加入我们的讨论 伟杰你好 大家好 我们刚才讲 拜登不只是讲说 现在中国在抢他们的一个地盘 而且每年丢数千亿的资金 在研发上面 我们可能会输掉电动车 我们会输掉市场 所以我在机械上面 我要变成最大的市场 我要吸引全机械 要来跟我合作 可是我觉得在军事上 更可怕的是 这个捆龙所居然不是嘴巴讲讲的 现在我们看到了 美国跟日本已经完全合作了 最可怕的是 现在美军 甚至他们是跟日本都已经讲好了 在整个低岛链里面 它有咽喉管制点 也就是中国的潜水艇 你要从哪里进出 你只能拿哪些点 哪些点都已经被找到 而且找到之后 美国日本的反制措施都有了 而且也都正在布置的 因为这种深水区 其实是非常非常清楚 对于中国来说 因为有非常非常多 散落在这边的岛屿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 它并不是随意就可以进出 它必须要选择 其中一个岛屿的中间 才有可能穿过去 你不管是水面上的军舰 或水面上的潜水艇 这些都有所谓的防备 比如说你看 在燕美跟宫古列岛 为什么这边要摆所谓的地对舰飞弹 看到没有 燕美跟宫古 刚好在整个西南诸岛的三等分的三等分点 所以说我在燕美这边摆所谓的地对舰飞弹的时候 北跟南可以一起处理 宫古岛可以北跟南一起处理 这东西就是它在设计的部分 甚至在九州这边相浦排水陆机动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它需要腹地 它需要运输机 它不可以在小岛屿 可是当建克诸岛出的时候 直接飞过来 距离非常非常近 又或者是在离台湾非常近的宇纳国岛 为什么这边摆电子作战部队 很简单 会发生大规模的登陆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是北台湾的这个红色海滩 所以你如果放在建克诸岛太远 燕美岛太远 放在这个所谓旁边宇纳国岛的时候 刚好这个范围也是电子作战的范围 那你说了 这都只是水面上的部分 水面下更是清楚 因为这个岛屿很清楚 这个是所谓水面深的 水面的水文图 很清楚的是这个西南珠鱼 刚好就在水面 有浅到深的这个分野点 这个浅到深水区 浅水区到深水区的分野点 你如果懂的话就知道 这种浅水区到深水区 是最适合藏什么 藏潜水艇 所以你看我们台湾西南珠岛 也有这个分隔点 所以你一直看到中国的硬拔反潜机 在那边飞 在那边飞 一方面给台湾近距离的威胁 一方面怕什么东西 他们怕他们从三眼海军基地 出来的时候遇到美国核子东西潜舰 在这边伏击他们 所以每一个不管是潜舰或军舰 只要有浅到深 过去的时候是最担心的时候 可是我们发现 日本昌龙旗的核子东西潜舰 日本昌龙旗的潜舰 不断地下水 不断地下水 这五年要下水到十到二十艘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这几个伏击点 那份美国的报告都说 已经设定好伏击点了 你只要在哪里 伏击的工作就是昌龙潜舰 昌龙潜舰 而且昌龙潜舰有个特性是什么 是全世界最安静的潜舰 甚至比核子东西潜舰还安静 而且它一下水 可以下水非常非常久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 这件事情就是它去围堵 中国的天然屏障 甚至它还把猛禽 掉到整个西南诸岛 F-35掉到西南诸岛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很简单它连制空拳 它都要吃下来 所以你看到没有 制空 制陆 制海 甚至海底下的美军 在整个南西诸岛 已经是多层次的布局 所以他们很清楚的事情是 对于中国来说 如果完全被压制在 这个所谓第一岛链之内的话 它所有潜舰 军舰 只能在潜水区走 而且潜水区 它我空中就可以看到了 是 我问过海军 海军说 真的不夸张 在太阳跟天气好的条件之下 你甚至不需要任何反潜机 你直升机在这边绕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水下面 十几二十公尺的潜舰在那边浮 所以这东西 如果你的潜舰被人家用肉眼就可以看到的话 你还搞什么东西 你根本不需要去搞这件事情吧 所以不夸张的是 当你中国造了这么多潜舰 这么多航空母舰 我让你出不去 你所有都被锁在这第一岛链的潜水区的话 抱歉 荣游潜滩 遭虾系 就是台湾跟日本 还有美国在围堵中国最重要的问题 所以你说 他这份报告里面 我要把你围堵在里面 我已经找好了 所有的咽喉控制点 也就是你的潜水体 要从潜水体到深水 潜水到深水 你只有这几个路径 这几个路径里面 我水面下 我该摆什么样的潜舰 我的水面上 我要摆什么样的反潜的舰队 我的空中P3C要怎么运作 我都有一套 而且不是只有日本 刚刚讲到 日本的才有潜舰 是全世界最好的伏击潜舰 韩国 台湾也一样 观众朋友没有觉得奇怪吗 我们潜舰国道讲了这么多年 为什么我们忽然 我们潜舰国道就做成了 为什么我们忽然潜舰国道 动工了 然后这么多外籍的工程师过来 有日本的工程师 有韩国工程师 有欧洲工程师 很简单嘛 因为当你南西柱要守完之后 这个所谓的台湾到菲律宾中间 这个深水区 也需要人家来 我们要负责扶极 然后呢 有没有发现 台湾在北台湾 是有所谓普鲁爪雷达 最近要干嘛 南方也要做所谓普鲁爪雷达 他要做什么 这一块的防空识别之用 所以你看到这些东西 对于台湾来说 也在做 日本也在南韩的核子东西写 也在做 而且现在南韩也一直在思考 要不要发展所谓第六代战机 甚至第五代战机 南韩自治 这东西美军也在一念之间 如果韩国倒过来美国队的话 那这些技术全部都开放 因为现在新闻是 韩国就卡在美国的红区设备 没有给韩国 所以南韩的空中的第五代战斗机 一直没有办法自治 而且按照美军的计划是 当我们看 第一岛裂面 所有的夫妻去里面 韩国该负责的 日本该负责的 台湾该负责的 而美国的潜水艇 就守在后面 你有任何需要的话 它可以掌控全局 是啊 因为对于美军来说 其实不管是美军的潜舰 或是美国航空母舰 他们在想定的时候 就是西太平洋战争 一旦打响的时候 美军的航空母舰跟飞机 也是往后面飞 跟台湾军队一模一样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条防线 可是这个所有大作战部队 在这边 所以这边的防线 如果可以把中国压制在内的话 抱歉 你整个西太平洋的话 美军是可以远去射击的 美军是可以从关岛起飞 派轰炸机过来的 甚至关岛也摆了F35 甚至所谓新的轰炸机 所以美军其实是有多层次的 与此同时 美国国防部的战略 与部队发展办公室 同时 我们一直以为日经亚洲 那个是小的话消息 可是日经亚洲写完之后 美国国防部的战略 与部队发展办公室 同时发一个报告 日本在东海意外事件中 可能做出了贡献 来做出它的专案研究 这很清楚对于美国来说 也在研究 你今天如果打仗的话 你日本在那边贡献是什么 对不对 那这个贡献吸到什么程度 观众朋友可能很难想象 美军竟然在列管日本 所有的驱逐舰 潜舰少了一件多功能的护卫舰 还有音响测定船 就是去扫下面前程庭的 你说日本所有的战舰 空中水面水下 都会受到美国的截制 美国的截制跟美国的列管 还有你几年要打到多少艘 真的非常夸张 我们特别把这个所谓战略报告找出来 你看以驱逐舰来说 它明明白白写的 2019年的8月的时候 中国是有四十... 日本有四十八艘 可是你给我到2029年的时候 给我到三十二艘 他骑得很清楚 他完全就是有战略目标 然后潜舰 他说你驱逐舰可以变少 没关系 可是你潜舰 你必须增加十八艘到二十二艘 然后你的扫雷舰 你可以减少没有关系 可是你的护卫舰 给我从零舱变成二十二艘 就是说他这个进度 全部都在美国的掌握当中 就是他可以接受你在某些东西 像驱逐舰这东西 在这个潜源的海航 你是不需要的 可是你潜艇要多 然后你多功能护卫舰要多 所以日本 他所有军事发展脚步跟节奏 都在美国的列馆当中 所以说现在美国跟日本 不是各做各的 现在美国 他们也不是所谓的协同作战 现在根本就是完全 美军是可以操控的 美军可以操控 甚至你的部队 我的部队 你的战舰 我的战舰 我们各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都要非常明确 所以整件事情 当中国被限手在第一岛列 也就是西太平洋的最边缘之处的时候 打仗的时候怎么办 美军现在想定很清楚 我全部派无人的机器 无人的船来跟你打仗吗 为什么美军现在正在做所谓的无人军的军演吗 对不对 我不看看 我看到每一个画面 每一台每一架飞机 或者我们看到的每一个所谓的海军 全部都是无人的 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美军的海猎号 这个海猎号也是非常非常离谱的 因为为什么 海猎号它可以直接 在没有人的地方航行一万海里左右 九十天不用靠岸 所以美军在现在圣地雅各演练 正在演练海猎号 你想想看海猎号如果作为反潜之用的话 那你整个 因为已经被包围在整个潜水域 海猎号如果可以一二十四小时在那边巡逻的话 共军根本完全没有办法可以逃脱 甚至我们看到阿达罗的小型潜舰 这种阿达罗小型潜舰 就是我们现在画面看到很小只 这个很小只 可是这个是给干嘛 他们说这可以游到中国的长江口里面 去拍中国长江口军队的布置 因为你看它上面有个明显的摄像头 它的大小只有九十一公分而已 而且这东西因为九十一公分 它可以及时录影 如果它的话 美军设定可以游进深海口去做作战的话 等于是中国所有军事部网 可以第一时间被美军做live 甚至你现在看到这T38的无人水面艇 这个就是T38无人水面艇 38代表38英尺 这个东西可以让任何一个特战队员 用iPhone来控制 里面可以派飞弹 也可以变成所谓自动炸弹船之用 然后呢 用iPhone就可以控制 所有的 它这个特性就是所有的智慧型载具 都可以控制 甚至美军在这次无人机 还做什么 香草无人机的测试 你看这香草无人机 它发射的过程中非常非常特别 它发射竟然不是从船上发射 你看它是由一个所谓的货车载着 在在在在在在 然后让它发射 它发射好处是什么 因为它的飞行时数很长 它可以五天不用落地 你像想看 一样在整个西南诸岛这边 如果从不管是从中省或 冲省或台湾 你如果台湾发射之后 五天的话 它是可以不断在整个上面的太平西太平洋 巡航巡航巡航 这个最后结论他们知道做什么东西 他们要把所有无人载具的资讯 回传到类似于驱逐舰 分号的驱逐舰上面 让这个分号的驱逐舰它具有超视距 什么叫超视距呢 分号它的雷达的打击 大概是两百公里或三百公里 可是美军在这样的实验过程中 它告诉大家说 因为我外面有无人机跟无人船舰 在做所谓标定 所以它分号成功 涉及到四百公里以外的战略目标 那在美军来说的话 我就可以在台湾后面去打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美军整个作战响令 无人化 然后透过所谓低岛链 唯独把中国塞在里面 更夸张是我们现在看到最新的新闻 诸瓦特号也要上线了 他们也要把诸瓦特号摆上极英素飞弹 所以你可以想象 全部美军对于中国 这里有极英素飞弹 他要摆极英素飞弹在诸瓦特号号 所以现在美国极英素飞弹 会有两个地方载具 一个是B21的轰炸机 一个是诸瓦特号 都会摆所谓极英素飞弹 好了美军天罗地网 全部对中国包围起来之后 中国的军事网站竟然说什么东西吗 中国说看到这种无人听 赶快拿网子去捞 中国特别说你看 美军新型无人以身舰 又想秘密潜入 兄弟们渔网准备好 捞起来就立功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 真的现在已经到外太空 而中国还在用土方法 好董事长 我看到日经新闻的时候 我就吓一跳 原来日本诸岛一直到了台湾 这样的一个岛链 上面它有很多的咽喉控制区 这个时刻它居然讲 日本的昌龙级潜舰 就是日本的裁电潜舰 是最好的伏击潜舰 因为它的声音最小 我可以长时间地等待在这个地方 而美军我的潜舰 我可以在后方 如果有任何紧急的需要 我可以做激动的打击 而且我可以在后面控制全局 他说美军早就想要跟日本合作 我们要所有的联合作战 可是以前日本不可 日本现在在美国的 在中国的压力下 他说美国跟日本 已经整合了这套系统 也就是第一岛链里面 不是美国做美国的 日本做日本的 是每一个点 谁该做什么 分工清清楚楚了 好家你是不是知道 我们台湾的国军 所有的美式装备 没有美军同意我们不能使用 是假的 所有的我们 我们要发射任何一颗美国的 美国制造的飞弹 都要美军同意 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 不是 我有听说过 你今天F-16 你要拆任何一个螺丝 要美国同意 攻击 任何的攻击的 任何攻击的动作出来 一定要美国同意 好 这是我想反过来看一个问题 所以台湾被整合进去没有 整合了 当然整合在里面 我们现在台湾 现在这整个的概念里面 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 中共有核打击能力 核打击能力 它有一个所谓的第二级的能力 那第二级能力在哪里呢 就是它的核打击潜艇 它完全是看核潜艇 中共你现在搞了 现在美军搞那么多东西 对不对 老公也没有闲到 老公拼命在那边造新的核潜艇 他有战斗潜艇 他攻击式潜艇也出来了 他有战略潜艇也出来了 他都准备有地海下的 潜射的核潜艇的攻击能力 他巨浪都出来了 他也是在这个地方准备攻击你的 有美国本土的可能性 他当然是有这个准备的存在 那我现在谈一个更现实的 还有每天他在干什么 他在我们台湾的西南空域 每天ADIZ 天天飞 天天飞 天天飞变成什么结果你知道吗 老美也紧张了 老日也紧张了 刚刚前面不是讲到了吗 澳洲总理莫里森说 他打台湾 我就会跟着美国一起同步调嘛 所以现在我们要把这个话 从头要拿回来 拿到台湾的身上来看问题 他把台湾的紧张 情势越紧张的话 那老美会怎么做这个事情 老美会加强在这边的整个作战准备嘛 那你现在讲到都是 中在日本美军所谓的 他的这个小北约的四个 四个国家的布局 他还做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他来帮助台湾建立作战能力 对不对 那你是解放军力火不火大 火大啊 他搞什么我都不管你 你搞什么chalk point 我都不管你 你在台湾搞我都会火大 他一定会让他整个的这个 作战准备会升高嘛 升高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吗 因为他一直公布这些事情 在干嘛 他让老公多花钱啊 你们白你开 你也带你开啊 这就对苏联那一套又来了嘛 核潜体烧多少亿美金啊 好贵的 而且你知道吗 中共的核潜体的那个声纳的问题 一直没有 那所谓的发动机问题 一直不能解决掉啊 就说 就说打 下海 交螺打鼓 交螺打鼓 跟在厨房里面炒菜一样 声音都跑出来 所以这些东西 他还是不要多花钱 然后台湾会变成什么 台湾会因而会增加战备能力 台湾战备能力 我们也现在开始准备 我们也准备潜艇 对不对 那我问你很简单一个道理 那台湾潜艇 如果在作战的时候 就去哪里 他们会封 他会不会封锁我们台湾的台湾港口 会 那我们潜艇去哪里 去哪里 当然去日本的 跟日本跟美军的作为 我们的备原基地嘛 是喔 备原港口我们一起过去 所以我们的备原港口 在日本跟美国 一定要 一定要做我们有七艘潜艇 未来有七艘潜艇左右 对不对 那我们 他一定会封锁啊 他一定封锁我们几个港口啊 我们有两个港口一封锁 我们要第三个备原港口在哪里 我请问你 不可能去菲律宾嘛 当然去日本或是美军啦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美国跟日本是不是 是不是 就进来了 就进来了 就变成了参战国了嘛 这是必然 所以我们必然发生的事情 我不可能说 我们的潜艇 就躲到基隆港 走银港 等它来 不可能的事情嘛 包括我们的空军 我们空军上去就被他打掉嘛 不可能啊 我们第一波打完了 我们空军飞哪里 我们当时也有备原基地啊 备原基地 所以我们台湾的备原的 战备的能量 完全是跟美军完全建立 同步在连线才有可能存活 否则台湾的军机不可能存活嘛 所以你刚刚讲的是整个的概念 其实是天罗地网 针对了解放军 在做开始做真正的作战准备工作 而且尤其是台湾部分 是他非常非常痛苦 跟敏感的部分 现在看到这个封面 很多人吓死了 经济学院的封面 台湾本来讲 台湾好棒棒啊 台湾在这里 可没有讲到台湾旁边 就放一个五星旗 放五星旗 居然他的标题是 地表上最危险的地方 对没有错 那么经济学院的说法 并没有说错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并不是说台湾呢 是地表上最危险的地方 所以就有战争了 就有什么 现在缅甸屠杀自己的同胞 杀了一千多个人啊 然后呢 在全世界各地有战争啊 叙利亚 飞弹 以色列炸来炸去啊 可是问题是 台湾的危险 经济学人没说的是 七十年来都没有改变 八二三炮弹 对啊 掉在金门 大小金门的炮弹 四十六万多发 七十年没有改变 对没有错 所以七十年来 台湾都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因为很简单 因为中共历来的领导人呢 他们都要用脑筋 所谓统战台湾嘛 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是谁 发挥到淋漓尽致 个人最佩服的是 胡锦涛跟温家宝 尤其温家宝 根本就是亚洲影帝 他都要爬上玉山 没错 所以你要知道 至少他对台湾采取的是怀柔 他用钱 然后他用三百一卡住 用这种方式 要买台湾人的心嘛 但是你就会让台湾人觉得说 你这样好像对台湾还不错嘛 你应该继续继承这样的一个 那个相关的脚步跟方向 那么台湾总有一天 很多人的心会完全松懈掉嘛 就没想到你习近平采取的方式 不是这样 你知道习近平到现在 明年十年了 明年十年他即将要撑 他不是说不撑霸吗 他要撑地 他真正目的是要当世界的霸王 如果台湾被他拿下来的话 全世界85%最高阶的晶片在台积电 没有了台积电 美国也就GG了 你知道吗 所以事实上除此之外 第一锁链 第一岛链 如果被他打开的话 台湾变成他的 我跟你讲 马上所有的飞机飞弹 然后所有的船舰 所有的核子潜艇 全部从台湾 就直接箭指美国去了 台湾不就很危险了吗 台湾不只危险 我告诉你 台湾就因为那么危险 所以美国不能让台湾掉 掉的话美国更危险 你要知道 美国其实比我们还危险 美国比我们台湾 还不要让 你说美国比我们还担心吗 当然啦 所以他不能让台湾掉到这个 等于说中共的手上 各位 他们这样一直做的结果四年前 我们花了三十几亿 要买五十颗 当时呢 AGN88B 各位 88B 我们的天剑二行的这个飞弹呢 事实上就可以取而代之 当时到底军方要不要百分 要不要买 因为我们就可以有了嘛 当时还是决定买 各位是干嘛的 反复吹飞弹 打中共的雷达 你知道吗 他在西南沿岸所有的雷达 全部打得中 可是问题是 他的有效射程 也跟中共一样 差不多八十公里 一百公里而已嘛 你知道吗 就因为老共这样对我们 竟然在三天前 无预警的 美国宣布 一毛钱都不增加 直接把我们连升四级 给你 BGM88E 这个88E射程 有效射程是 193公里 F16上来了以后 直接发射 就把他们的雷达 全部都打掉了 连中共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更好的反复射雷达 更高的更远的射程 可以取而代之 所以你以为是怎么来的 美国难道是为了台湾吗 不是的 美国就是因为知道 台湾如果锁不住 美国再再见了 所以你要知道 为什么在如此的情况之下 昨天美军不是五架 直接放 华人海 东海 南海 全部都出去 故意的锁定了 那你更不知道的是 昨天美军B52 同温层堡垒的轰炸机 也配合了日本输家战机 又在那边军演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 事实上 美国人永远站在自己的利益 而他的利益就是 不能让台湾 落入中国共产党的手中 辽宁浩这一次 真的是丑态闭露 他被人家看破 本来说你要反句子的 你要反介入的 结果你被人家抵径观察 你不能抵径观察 你的整个阵型 你的布阵 还被人家给破了 这个时候你就说 这个比较中国跟美国 那个差别就很大了 照理讲 你辽宁浩应该是系统性作战 你应该是空中水便水下 你前后左右都要有护卫线 可是没有想到 一攻就破 跟美国比较起来的话 不可以道理计 我们即将在南部 兴建第二座的铺爪雷达 那这个铺爪雷达 它不会像这个热山雷达这么大 热山雷达 它大概有十层楼这么高 对不对 花了台湾四百多亿 然后它可以把这个三千公里 到五千公里 所有的一根针 讲针太夸张 任何飞行器 飞超过地上两公尺 我都看得到 北韩的飞弹上来 我全世界第一个看到 你知道吗 这不夸张的 但问题是当时构建的时候 因为最主要是要 针对中国大陆 所以它在新竹乐山 那么号称三百六十度 事实上它最主要 还是朝向我们的这个 中国大陆的那个方向 跟北边去的 所以当时那么整个架构是这样 美军通着中国的大陆 对美军在架构的时候 其实当时就推荐 就是要求台湾说 你在这个南部 应该也要弄一个铺爪雷达 但因为价格太贵 所以当时我们只弄了新竹乐山 但你要知道 那么现在突然间传出 我们即将在南部 又弄一个铺爪雷达 那这个铺爪雷达 虽然没有乐山那么大 但是他有效侦测这个公里 绝对不会低于两千到两千五百公里 为什么 他要把他要把所有的在那么巴士海峡 南海全部看得到 我就告诉你 他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他的差别在中共 请问他最大的海军跟潜艇的基地 在什么地方 三亚 三亚海南岛三亚基地 以后他的大小军舰全部出来 他还没有出港 我们就看得出来 全部知道他要出来 你知道吗 然后包括他的飞机 包括他的飞机 全部一目了然 东沙岛 你还没看见东沙岛 我全部美军都知道了 美军全部抓了一千二组 不只东沙 还往南可能连到太平岛 全部看得清清楚楚 美军唯一的缺点就是在 我们的南海里面 没有任何的基地 他没有基地 他没有基地嘛 所以呢 如果他有这个千里眼跟顺风耳 当然那你说 那美军为什么会知道 各位不要忘记 蔡英文总统去年去巡视 新竹热山雷达的时候 很帅很帅的 听说是 好像是美国雷神公司的帅哥 就站在后面 你相信吗 你相信他是雷神公司的帅哥吗 他当然是美军嘛 总共听说有100多个美军在里面 100多个 对 因为国防部绝对不会承认嘛 但是我们全世界都知道 这个相关的讯息 是台湾跟美国共享 那现在你想想看 如果有个铺杂雷达 那么在我们的恒春半岛 几乎把整个南海 全部都看过了嘛 那对美军来讲 这是如虎天意 但是人家美军超前部署 也不是这样而已 现在不是都有那个极速飞弹 极速飞弹 大家比快的嘛 对不对 那中共也很快啊 那美军也在发射啊 美军现在想了一个办法 包括这么多的东风飞弹 包括这么多飞弹 他想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你什么东关岛快递啦 还是到夏威夷 到美国本土去 与其我在这个地方拦截你 我还有一个办法 我让你瞎了 很简单 所以包括中共的北斗卫星 现在天上全部都布满了 中共的北斗卫星嘛 对 不再利用美军的 美国的GPS 但是现在美军就有能力 把你的北斗卫星 打掉 你知道吗 打掉在亚洲上方 可以打掉北斗卫星 在北斗卫星有 这个好几十颗啊 那么在亚洲 平均在亚洲上方的 大概有十几颗 美军全部都掌握着 第一时间把你打掉以后 当然你说 中共也可以回击啊 他们当然可以回击 等到你要回击的时候 来不及了 如果美军真的先把你打掉 先下手为强的话 你要还击 你都来不及了 还有除此之外 那么我们不是发现 为什么美是在什么地方 有核子四报 美军都知道吗 因为他们有人造卫星 在全地球上面 任何一个地方 有出现了这个放射性的话 他们好像知道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美国打算 用两年的时间 也就是到2023年啊 把七十枚卫星 全部打到天上去 干什么 特别侦测中共 为什么呢 这就是美军部署的 所谓的太空飞弹防御系统 我七十枚飞弹 各位想想看 在中国所有的俄罗斯 上空七十枚卫星 此起彼落 在监控你所有的 这个卫星系统啊 必要的时候 如果你飞弹一上来以后 我们马上知道 马上就可以第一次 给你打掉 所以美国人家 第六代真机 没有意外的话 可能都是飞了 你知道吗 所以美国做所有的一切 他都是超前部署 不会为了一个小小的 这个飞弹啊 GBS在那边跟你 在那边斤斤计较 这就是美军可怕的地方 好 正好 刚才讲 四架F-16满载 挂着富游翔 但飞弹全部都挂满了 从三则基地 直接直奔南海而来 那个是千里奔袭 那在空中不需要有加油站 外行人觉得 F-16好厉害哦 飞这么远哦 在这么多弹哦 可是可怕的是 代表什么 代表 美国的空中补给线 已经完成了 之前K-135 一直在这个地方跑来跑去 他已经建立了 他个空中加油点 我不是想来就来 我在这边 我要派谁去加油 怎么加油 在哪地方会合 美军都已经布阵好了 为什么不从冲绳的 加售纳基地出发 今天他出发地点 是三则空军基地 三则寺在哪里 在青森县 在日本的东北边 过去三则空军基地 他是要守谁 是守苏联的哦 是冷战时期 最主要空军基地 可是这一次 他从三则空军基地 一路飞飞飞飞飞 过冲绳的加售纳基地 到了台湾的西南 到南海 你知道吗 如果从冲绳加售纳基地 起飞的话 省多少公里 省两千公里 可是他现在才飞 两千八百公里 所以你意思是 你觉得美军在脱裤子放屁吗 没有嘛 他显然在做一个 长城部署的演习 这才是最清楚的状况 因为今天讲了 他整个飞行是两千八百九十六公里 从三则空军基地 到南海罗斯福的所在地 两千八百九十六公里 可是我如果从冲绳加售纳基地 才八百多公里 我只需要一台的空中加油站 空中加油机 加一次油就足以来回 因为他一次的飞行量 大概六百多公里左右 结果他硬要绕远的话 就让我们发现 不经意的让中国知道 我其实整个所谓空中加油的路线 全部都部署好了嘛 我在测试空中加油啦 对啦 我根本不是要什么最短路径 我就是故意绕一个远路 然后来测试 我今天空中加油加油 其实加油四次 加四次 加四次两千八百公里 因为他一次大概六百多公里 然后两千八百公里 要加至少四次 而且呢 表示那个点都要先讲好 都先讲好 你总不可能是我们开车快没有 再找加油站嘛 没有嘛 他整个路径的什么时候 用哪一台 K4735来加油 全部都已经确定好吧 而且呢 这叫乐机加油 表示他可以随时在备战的过程中 他就可以加油 加满油继续往下个点走 然后不够 再加油 继续飞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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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过来之后呢 然后呢 他在什么 在台湾的西南角 做了一次演训 再往南飞 到罗斯福号这边 再跟罗斯福号去做演训 重点是罗斯福号从哪里来 他是从关岛来 罗斯福号到关岛 那个东西更可怕 他前半一大段时间 全部都在南海 到了关岛只花24小时到48小时 增步 连船员都不准他上去 只能说所有船员 因为疫情关系 全部都留在港口边 拉红线 不准离开 然后增步完后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群 我强调叫航空母舰群 不是只有一艘 中国的辽宁号会只有一艘 被围起来 罗斯福号一定是驱逐舰 用五六艘配核子东西潜舰 一起在出航 那是暂时状态 在暂时状态 所以你想想看 整个第一岛链 美国的超前部署 做了什么东西 从最上面的日本 日本这边 不断的美军跟日本 不断的演练 这东西大家都不用讲了 日本到台湾中间的空隙 由电子作战部队来补足 台湾这边呢 北部有葡路爪 南部现在也有葡路爪 一北一南 刚好把所有第一岛链的空隙 全部吃下来 最下面南海 菲律宾跟越南 我罗斯福号一直都在 都没有离开 罗斯福号不走了 不走嘛 因为其实日本跟台湾 站在美国战略的角度 就是一个不成的航空母线 我不需要航空母线 一直在那边巡航 可是南海 如果假设今天南海 越南或菲律宾 有一个国家 确定倒下美国了 开放他们军港 罗斯福号其实在那边驻港 就可以了 可是现在没办法 一样整补 但是呢 三点一线 都是没有任何空隙 所以美军在这边 是非常非常清晰 他的战略目标 又做什么事情 所以董事长 刚刚讲 新天罗斯号出来 跟辽宁号出来 在看到了这个 美军的千里奔袭 你说那是职业 跟业余的一个差别 那是军方跟民间的差别 所以这个就是涉及到 一个根本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国家 他的建议军事的系统 他的整个逻辑 跟他的哲学 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美军是要统治 他说地球王 所以他有一套东西 他的系统化的东西 你刚刚讲的F16 他连续的从出来开始 整个演续的过程 就暂时告诉你说 我能够做这种 所谓的远程的这种 作战能力 他告诉你几千公里 他没有问题 而且是F16 F16真的就告诉你台湾 台湾有这个能力 他只要把台湾F16升级 加副油箱 或是空中加油机支援 立刻就能达到效果 我们的每个F16 都有空中加油箱 我们只把它封起来而已 是是是 所以他就是 Demon给你看 我有这个可能性 让你知道了 但是我们反过来看 你看辽宁号这一次 刚刚瑞德讲到 他的护卫舰055号 我们就查了一下 这个洞55的护卫舰 他是从1978年开始设计 1978年是什么年代 文革的时代 周恩来时代批的 要设计 要是飞弹的 要是飞弹护卫舰 所以从1978年开始 就开始做设计 一直到了2019年开始 真的是成军下海 做了两艘先下去 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 当时在那个年代的时候 他的发动机哪里来的 俄罗斯来的 苏联的 俄罗斯也乱了 不知道谁哪里来的 所以他在中间 经过了很多折腾的过程 才把这个所谓的 才把他军舰做出来 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 还有动武士是 对不对 那动武士跟动武士 什么样的联系的概念 没有概念 不知道 他就开始 你怎么分工 你怎么合作 他不是 他发展的武器的系统 没有系统化的 他跳钥匙的 他想要怎么做什么 他的形容 形容词也很怪 说中国人现在 做军舰像下饺子一样 这个饺子本身就很难听 饺子我就拿来吃掉了 用饺子 是被吃的 对饺子形容 这个是你的军力 就不是一个军容盛大的样子 所以这个概念 都是很奇怪的一个概念 然后我再问一个 因为我们从单机下来看 他有这个殲10 对不对 有殲10 这个空 有出出殲10 殲11 殲16 他现在最新是殲20 对不对 那殲10 到殲20中间怎么出来的 他什么概念 什么样的理论 要把它怎么论证 什么样辨证 要发展出殲20出来 然后就开始宣称说 我殲20 可以跟美国的F22 跟美国的35比美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我做一个海军跟空军的他的建造的兵力的建造 跟装备的这个设计的概念的过程当中 他没有逻辑的 他就到时候 砰就跑出来一个东西 想干嘛就干嘛 所以这时候再过来看 辽宁号这个事件的发生 你就一点都不意外 怎么样 因为他本身之间没有互相的这个关联性 他就是临时想到 就搞出这个东西出来 所以他在整个的大部队运作的过程当中会落掉 就很正常 因为中间的相关的3C的通信 雷达 沟通 整个系统 他没有关联性 他是各自为政的 他一冲就散了 但这跟美国不一样 美国是系统化的东西 美国每一个东西都有道理 他这次F16这个东西 他有道理 他告诉你说 我要做什么样的展示 我有什么样的可能性 未来要怎么样应用 因为美国每一个东西 都有实战的意义跟目的存在 他不会给你做空的东西 因为他都是打过战 所以就很简单 中共要武力犯财的可能性 到底大不大 以今天的力量来看的话 根本的不太可能 你看到习近平刚刚在博豪的讲话 你没有讲很清楚 他不称霸 他不增加军费 你看到没有 他不扩充武力 他不扩张 我不要陷入苏联的下场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人讲的 说蓬佩奥讲的句话很有道理 说对中共的讲话里面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叫什么东西 Distrust 就不要相信他 第二个叫什么 要verify 要去查核他 你到底讲的是真的假的 但是习近平讲话有点真 我觉得暂时知道 如果他陷入武器的竞赛情况之下 会掉到美国的陷阱里面去 因此他这个情况来讲的话 他确实 带着今天在博豪重要的一个演讲里面 他露出他一部分的心声 他可能不是美国的对手 美国跟日本在二加二的会谈之后就确定说 他们要在钓鱼台做一个大型的军业 但这个资料慢慢破路才爆 吓死了 他们的路上接通团 不过才十五万人 十五万人里面 我要调动十四万人来参加这个演习 如果你要讲钓鱼台 钓鱼台是吉布拉斯鸟不生蛋的地方 这么小的地方 你怎么能够塞十四万人 没有错 因为第一岛链的破口是宫古海峡 而宫古海峡破口就是钓鱼台 所以你想想看 站在日本角度 日本上一次做所谓的 十四万人以上的总动员大演习 是1993年 可是他们这次为了要把钓鱼台守下来 或把间隔租岛守下来 他们是二十八年来首次 只有十五万人之为 几乎把留守本岛最精简最精简 就留一万人 另外十四万人全部往间隔租岛 这边打下去 丢十四万人过来 等于是丢十四万人过来 他等于是剩一万人干嘛 就是最基本的防御公式 剩下十四万人 全部往间隔租岛这边走 意思是什么 间隔租岛你就算 中国把你打下来了 我日本也一定要夺回来 因为不可以让间隔租岛 变成第一岛链的大破口 你说这个要变成寸土必争 没有错 因为独卖新闻是有特别去放个独家 如果今天中国解放区 硬要把这个间隔租岛打下来的话 日本自己手可以守几点 只能守四天 这四天是因为原因很简单 你看到这个是亚洲中刊 亚洲中刊就已经讲 日本内部的智库 有模拟中国有七大夺岛的方案 这七大夺岛方案 包含是渔船 包含是解放军 包含是海警 等等七种或者是混合型的 这七种夺岛方案 站在日本之位的角度 如果他什么都不做 就以现在的布置去除去 他只能守四天 可是你守这四天 守完之后 你以为 钓鱼台就没了 你以为只是钓个钓鱼台吗 他抱歉 以整个西藏租岛来说 抱歉 这整个西藏租岛来说 日本都有坚固相对应的兵力 可是只有这个坚固租岛 是个无人之岛 所以你说 只要坚固租岛 也就是钓鱼台 被中国拿去了以后 你跟我讲的 宫古岛这个区域里面 是中国的远洋渔船 远洋舰队 最常触破的地方 如果把钓鱼台拿下来 那不是只有说 你的低岛链 就出现一个最大破口了 没有错 所以站在日本这一次 跟美国联合十四万人的大军人里面 他除了去防守之外 他更重要是做什么 反夺岛 这次叫做寸土不让 寸土不让 你现在钓鱼台被打下去 被打下来 反正这些都还是我的 那钓鱼台本来就没有住人 可是如果他把更大机制 叫做反夺岛演习 那这很清楚吗 站在日本或美军的角度来说 这个钓鱼台到底附近的什么 鱼业石油 天上去根本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是他会变成低岛链的大破口 所以他们这个反夺岛 他们现在想定是这样的 如果今天钓鱼台被持下来的话 很简单 美国跟日本会两面包插 他们会成立一个类似于八字型的原型 八字型原型 把钓鱼台围起来 围起来之后 一样立体式多岛 所谓的海陆空 一起立体式多岛 他们就是要在这一次 去做这样的演练 然后日本说什么 这就要把东北兵力 转为西南兵力的战力总体检 原来很简单 在日本角度 他过去陆制最强 全部摆在哪里 摆在北海道这边 他要防谁 要防苏联 要防俄罗斯 可是问题是 第一个日本现在已经逐渐 把所有的军力往西南 租岛来做延伸 对我们已经看了非常非常多事 包含二零一八年 在象浦成立水族机动团 在二零一九年 在燕美成立警备队 二零二零年 在宫固岛成立地对舰反舰飞弹队 然后呢 今天今年刚刚成立的 宇纳国岛的电子作战队 你看这些都是新设的单位 对不对 可是日本在这样演习中 还有演习什么 运兵 如何快速运兵 从东北啊 从北海道等等的 快速把路上追队 全部拉到西南来去做演习 所以这场演习 不是只有一个单纯的 小范围局部 而且演习 科目的演习 抱歉 不是 是一个日本军力 总动员的大型演习吧 这代表说 日本是寸土必生 告诉中国 你不可以千曲妄动 而且日本为了 应付这样战争 日本准备了非常非常久 就像我讲了 二零一八年 成立的水路机动团 日本水路机动团要做什么 反多岛 反多岛是什么 负责这个间隔租岛 电子专案不能放在这边 负责什么 负责防守所谓钓鱼台 或所谓间隔租岛 重点来 日本甚至帮路上支援队 配备了三艘以上运输船 这三艘以上运输船非常非常奇怪 你路上支援队配套运输船要干嘛 他说要帮整个西南支援队 你现在看到就是路上支援队的运输船 训练画面 他说要帮间隔租岛 一旦打响战争之后 运送后勤物资跟弹药 所以他这三艘所谓的路上支援队 这是路上支援队 不是海上支援队的运输船 一艘是中型的两千顿级 两艘是小型机动的四百顿级 就是快速的确保日本 可以在整个西南支援队快速的做补给运输之用 所以你要知道 在日本跟美国的角度来说 今天他不是守一个阶格支援 他守的叫做第一岛链 他要把整个第一岛链打造成固若鸡汤的时候 难怪台湾现在也被纳入在其中 也就是为什么台湾有事的时候 日本也要来支援 关键就在 他不是一个一个的问题 他是整条水链的问题 没有错 你要让一个链结断掉 你不要把整个链结的连结点全部打断 你只要打断一个连结点 这个链结点自然就有破口 所以今天根本不是守尖链铸铸 又或者是站在美国跟日本 甚至台湾的角度 你根本不是为了守台湾 或者是守尖链铸铸铸问题 而是守第一岛链的问题嘛 所以这件事情 绝对是今年军事会议的重中之重 就是如何不要让第一岛链 变成一个破口 或者是把中和中国守在第一岛链之内 好 所以瑞德 今天我们看的是琉球时报公布的这个消息 也就是在日本东京奥运结束后 拥有十五万兵力的陆上智慧队 竟然要有十四万人 你刚才讲这些岛都是小岛 我十四万人怎么塞 代表真的是这个地方 已经是寸土必争了吗 事实上呢 那么日本的这个皇位大臣 岸信夫所提出的理论 中共如果攻打台湾 台湾不保 尖格群岛 也就是我们说的钓鱼台 跟中共说的钓鱼岛 一定不保对不对 钓鱼台不保 琉球不保 琉球不保 日本不保 很简单 这是一个一连串的 一个第一岛链的一个概念 整个第一岛链全部破功 有相关性的 各位没有错 那么站在美国的立场上面 他也不怎么可能看你这个第一岛链的 这个珍珠串链的整个毁掉 不可能吧 为什么这样讲呢 单单日本的路上智慧队十五万 就出动了十四万的病例 你以为只有十四万吗 这个十四万讲的是日本路上智慧队 还有海上空中 我请问你 日本的海上跟空中会不会出来 会 那么如果美军出动海军陆战队的话 他们的飞机也会出来 你看我们想象得到的F-35这些飞机 都会出来对不对 那么日本的相关的智慧队 包括空中的飞机这边会不会出来 当然会出来 海上不要小抗日本的这个海上的战力 事实上早在 我们台湾现在连一艘神盾舰都没有 他们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有神盾舰了 你知道吗 而且日本它不像中共 中共一年不是在舰25艘军舰吗 日本是舰一艘 慢慢地一艘一艘一艘这样舰 然后把自己本身所有里面的武器 全部都舰起来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日本在去年底的时候决定了一件事 我们现在要讲钓鱼台跟这个等于台湾的重要性 你知道钓鱼台离哪个国家最近 台湾一百多公里而已 旁边才是要谈距离这个中国的温州跟距离 琉球的纳坝等等 事实上都比台湾要远很多 对 以台湾来讲一百七十公里 温州三百三十公里 到纳坝四百一十公里 对没有错 那么事实上我问你嘛 老共拿下了台湾 他会不拿钓鱼台吗 老共拿下钓鱼台 他会不拿台湾吗 就变成这个一个理论 这套理论就是说 卧榻之旁 起荣他人酣睡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 去年底的时候 日本一口气 以前日本部署了一个 部署了这个十二式的房间飞弹 对不对 他那十二式的房间飞弹 他的射程只有一百公里 那么他们后来决定 把他推到两百公里 你知道吗 现在在去年底的时候 一口气决定把他推升到 四百公里 他的所有的预算 那个飞弹 那个十二式的飞弹的预算 你知道他整整 已经增加了十二倍 而且立刻批准 立刻下去 就是放在宫谷岛的 对 那我请问你 宫谷岛 你拿那个字 我们从地图上面 可以看得到 宫谷岛就在这个石渊岛 就在这个钓鱼台的旁边 对不对 宫谷岛上面被 贴配了这个所谓的 十二式的反舰飞弹 他未来的射程是四百公里 什么意思 中共的任何一个航母舰队 他想从宫谷海峡过 请问你 他过得了吗 过不了了吗 怎么过 你知道一件事 十二式不是说我们在吹嘘 因为中国一直在吹嘘 他有英籍多少 英籍十二 霹雳十五 他有东风二十一 二十四 二十六 两个一大堆 那请问你 日本那么重工业的一个国家 那么他三明工业 连自己的这个 等于说坦克什么 都可以自己造 他的十二式飞弹 你知道他的十二式飞弹的精准打击率 差别在什么地方吗 他一样是巡弋飞弹 他一样是天海飞行 但不一样的时候 他也有GPS 不过他的GPS不是美军的 他的GPS是自己的卫星的 你知道吗 所以是有自己的GPS 没有错 那我们大家都太低估 日本的战力 都以为日本好像都养 这个美国之鼻息 他为什么一定要花钱 研制自己的相关的飞弹 这十二式的飞弹 他现在发重金 是本来的十二倍的预算 下去弄 弄了以后 在宫古海峡这边 我讲白了 那么下面宫古海峡的下面 有美军的潜艇感知器 你的潜水艇 中共来来去去 他都知道 你的海面上跟你的空中 十二式也好 还有包括各式的防空飞弹也好 请问一下宫古岛的这个旁边 他最近的这个相关的国家 是哪一个 不是台湾吗 台湾在我们的北部跟东北部 我们一样有反舰飞弹 最有名的熊二跟熊三 你知道吗 那你知道吗 这两个飞弹就夹击在这个地方了以后 中共的潜水艇管理是什么 山东号 辽宁号 管理是洞五四 洞五二 洞五五都一样 你知道吗 所以事实上 那么日本就要告诉你一个概念 日本也不是说 真的要为你台湾打仗这么讲义气 也不是 大家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但在政治的利益上 你看岸信夫在回答日本的 这个相关的媒体记者 访问的时候就直接讲 说你不要忘了 台湾有我们三万侨民 你知道吗 那现在台湾旁边 有我们的钓鱼台 钓鱼台可能被拿 我问你嘛 如果真的只是为了要夺回钓鱼台 万一被老共也拿下 需要动用到十四万的陆上智慧队 陆上的智慧队 已经是国与国之间在打仗了 你知道吗 所以事实上 那么日本自己本身呢 他这一次陆海空军全部动员 美国据我所知陆海空军之外 海军陆战队也会全部动员 包括鱼英机包吻F-35 全部在这一场大戏 他会等到日本的奥运办完了以后 立刻在亚洲的东北角 办进行这一场 可能是二次大战以来 日本跟美军最大的一场军事演习 所有的这些动作 都是为了中国来嘛 所以你就知道 当你在这个 比如说杨洁石在那边 这个大言不禅的 义和团似的骂美国说 你中国人不吃你这一套 我告诉你 美国日本人根本就不吃你那套 董事长 14万人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吗 这事情大条 真的假的 我跟你讲 东京奥运之后就要大翻脸 我现在想请问你个很简单的道理 他有15万第一面部队 对不对 他出动14万 14万人 预备队在哪里 这很简单的道理嘛 他一定有三分之一的预备队嘛 所以不可能 之前打仗的时候 他顶多出10万部队就差不多 后面5万 他还有俄国在旁边 他防御其他的可能的攻击 所以他能够出到5万到10万 我们是说他是上线了嘛 那为什么他出14万部队出来 他是练习嘛 练习什么东西 练习反登陆嘛 他躲岛 躲哪个岛 躲台湾岛 你搞不清楚 真的假的 钓鱼台 神经病都钓鱼台干嘛 当然是帮台湾打嘛 因为地面部队才打仗是最后一波嘛 因为所有的战斗到最后一波 才有陆军的表演 扮演角色的情况嘛 他空军海军都完了嘛 是 空游也打挂了嘛 我们的海游也没有了嘛 他的共军营在台北已经登陆了嘛 他怎么办 我们已经反登陆回来了嘛 他的部队就能够持援第一波 日本人可以帮我们打嘛 是 所以美军是训练这个东西啊 当然是台湾嘛 你说钓鱼台再怎么样 也用不到十四万人 你打钓鱼台 当然是台湾 而且是不是 他这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帮助台湾夺岛 一个是对中共大陆直接做登陆作战 否则这个部队干什么 那么大量部队 好几万的 十几万 为什么十四万 为什么要动用全部的练习 要全部练习 要熟悉第一第一第一 熟悉整个战术 然后真正指挥是谁 到最后一定是美军嘛 所以美军一定是他总数加起来 才有这个后备 叫他所谓预备队的可能性嘛 所以 所以 预备队在后面嘛 大陆就懂了 因为印太司令曾经讲过 如果你今天要从美国调部队 快则是七天 慢则二十二天 你边场莫及 那时候台湾已经打完了 这个时刻最可怕的部队是日本 所以日本的部队 如果要来持援的话 你要熟悉持援的程序 当然是这个样子嘛 一定是来打台湾的嘛 怎么会去打钓鱼台 很简单 我们这个两岸战争的发动的时候 时机第一波是什么东西嘛 第一波是共军的飞弹嘛 飞弹 然后第三波才 所以他的A2AD要先打 对 所以他一定是先把 所有空优跟海优 占联以后 他的海军登陆部队 才有可能上来嘛 然后他散兵才有可能来嘛 对不对 就是他三波型的攻击 那他这是干什么 到最后要持援的时候嘛 当你台湾已经不保了嘛 空海优从都没有的时候 撑不住了 挡不住了嘛 最后一波攻击的时候 我们的陆军 不要说最后在地面上在抗衡 我们A1 我们的M1 A1 A2的充长车全部动用了嘛 会打到那个程度吗 最后打的那个程度怎么办呢 所以他在地面部队动用的时候 你就知道 是最后阶段嘛 不是最第一阶段嘛 当然他另外 如果第二个可能性 就是打中国大陆本土 对不对 如果他是打 他是训练他冰海作战团的话 那两千人以下嘛 所以这个不是嘛 这大规模登陆作战嘛 那哪有这个可能性 也可能违未救灶 只有台湾有这个可能性 不会攻打中国大陆 他不敢啦 他不敢啦 如果美军先打 然后他做 他来跟美军配合一起来做 台湾夺岛部队 怎么不行呢 当然可以啊 美军只要有一个连就够了 美军只要有人 能够帮助我们打台湾 只要打守 守着所有陆战的陆战队 只要登陆到台湾 这个时候 共军就会有非常大的估计嘛 而且我请问你 你是解放军要准备 做台湾的武统的登陆 全面性攻击的时候 你会算到日本人跟美国人不来吗 算会 当然会算 一定会来嘛 所以他就告诉你说 你如果打台湾我会来 这个情况就很清楚 这个安心界昨天不是讲得很狠吗 爱惜福讲的 就是安心福讲得很清楚嘛 所以这个演习 后面会有非常大的争议 你看到东京奥运之后 演习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气土全部明朗了 两边的关系会更行的恶化 最近对于台湾安全最重要的谈话 就是美军的印太司令戴维森 他在美国听证会的表示 我们刚刚已经谈到了 他在整个听证会里面 讲得非常白 他说当中国每天早上 睁开眼睛打开窗帘 他就会看到 美国跟他的盟友 在西太平洋团结起来 确保介入这个区域的能力 中国只能摸摸鼻子 决定不要招惹这群人 然后他就要把窗帘拉开 不要惹事 你知道这就是我们 也就是这是美军达到的目标 我们刚刚上段特别谈到 今天戴维森对于整个低岛链 对于西太平洋 我不是只有防御 我不是只有近代中国的这个攻击 我是要保持威吓的力量 当中国把窗帘打开 看看美军要把窗帘关上 但日本他却注意到了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讯息 而这个跟台湾安全也至关重要 因为之前就谈到是 如果今天碰到中国攻击 美军要从西海岸进到这个区域的时候 他要花三个礼拜的时间 预估是二十二天的时间 这二十二天的时间 我怎么样防止中国的军队登上陆地 我怎么样来阻绝他 这个时刻戴维森居然表达说 他们依赖的是谁 依赖的是日本自卫队 而且他特别强调日本的自卫队 对这个地区还有同盟国地域的安全 是老朋友看死活的重要 什么死活的重要就是 日本是该地区第一盟友 他对该地区的安全至关重要 也就是日本已经不是自卫队了 他已经不是所谓的防卫省了 当如果第一岛列有事 如果台湾有事的话 第一个十元的国家 可能不是美国而是日本 在这段里面 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也加入我们讨论 瑞德你好 非常好 好 正好 我觉得戴维森的话越看 越把他的战略清晰化了 昨天我们看到台湾媒体 只注意到戴维森讲 中国有可能在六年的时间 他要进攻台湾 可是你细看他整个台湾的内容 他第一个就是 我要保持攻击的能力 也就是我是一个球队的教练 我绝对不是指手不攻 我要有进攻的能力 所以我要让中国打开窗帘的时候 看到我们防卫的决心 再把窗帘关上 另外一段是 居然谈到的是日本 原来日本的军力 是第一岛列最重要的军力 没有错 戴维森在形容日本的军力 在第一岛列有多重要的时候 他用的是 叫做至关重要 日本人把它翻译成死活的重要 这就是个片语 就是他就是最关键 最关键的那个因素 他是用这样的词来形容的 为什么他很简单 他其实在被参议员问到说 如果今天东亚有变的时候 怎么办 他就坦然说 如果从西海岸 美国西海岸过来21天 从近一点的阿拉斯加过来17天 意思是不可能靠西海岸军力 跟阿拉斯加军力 这个时候他就说 这时候边场莫及 边场莫及 所以他直接就说 日本是美国在该地区 就整个东亚第一盟友 他用第一盟友来形容 然后日本的军事实量 军事力量至关重要 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日本具有两栖能力 有战斗能力 他有战斗机 有海上巡逢机 他完全就是一个黄皮肤的美军 这其实就是他整段话的意思 他其实没有讲那么白 可他讲白的意思是什么东西 对美国来说他早就有计划的 把那个号称指挥防守的日本支援队 有计划的手把手 从你的战术 从你的战略 从你的武器 全部把你晃装成一个黄皮肤的美军 这才是反手围攻了 这才是一个反手围攻状况 你看他在里面特别强调 日本具有两栖能力 对不对 他怎么那么相信日本的两栖能力 你要知道日本的水陆机动团是 2018年4月7号成立对不对 他怎么敢相信才成立两年左右 他怎么敢相信很简单 我回去爬梳了日本水陆机动团 所有的训练跟成立过程 根本就是美军在教他们的 2016年那个时候美军海军 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司令 公开受访就说我美军正在帮日本处理 两栖作战能力 然后他认为日本2018年可以初始作战 你看有没有预言成功 2018年是不是就成立了对 2023年具有完全作战能力 他那时候用词叫做完全作战 所以你看我们看到2020年2月18 他们第一次美军跟日本 在做日本的水陆机动团 在冲绳做两栖登陆的那个画面 包含一开始的水牛气垫船 包含日本的支援队 从飞机上一个个跳伞的画面 包含他们登陆之后 把那个海马斯火箭上推过来 全部都是美规 甚至连日本现在用的余音直升机 全部都是美规 所以你看这个两栖登陆船船 他是一半 你看一半是美国人 一半是日本人 他们在协助做这两栖作战能力的登陆 所以今天戴维是完全清楚 现在日本的能力在哪里 而且除了智慧队的军事信念之外 美国为什么对日本那么有信心 很简单 日本从硬体跟军力的布置 已经可以足以牢牢地把中国锁死在第一岛链 锁死 很简单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 从这个种植岛 沃舌岛 野美大岛 冲绳本岛 宫古岛 还有这个乙纳国岛 还有到台湾 这一系列的西南驻语 日本做了几件事情 第一个西南驻语 它把所谓的地对舰飞弹 还有电子部队 分别交叉在这些西南驻语上面 所以换句话说 我这些东西等于都是一个固定的航空母舰 就在这边 所以你中国所有 不管你的船舰 你的飞机 你只要从这个台湾跟中国 从日本中间 你想要飞过去 你根本不可能逃过日本人的眼睛 为什么逃不过 很简单 我除了我刚刚谈的固定式 它移动式的也在 比如说 有个叫做安逸号 叫做音响测定舰 安逸号它有个特殊 它只要定在这边 方圆百里内 都是它监听的范围内 你冷战结束后 你没有必要满山满国 去寻找苏联的航空母舰 苏联的盒子东西潜舰 对不对 没有用武之地 可是你看 当这样的岛屿诸岛 你设定战略目标 是把中国锁在这边的时候 你安逸号类似的战舰 你只要东摆一个 西摆一个 只要一次把它摆完之后 这东西除了岛上的侦测之外 你整个水面的海沙 也全部都侦测到了 好那你说 安逸号是看得到对不对 现在日本连隐形战绩都出了 隐形战绩 比如说熊野号 熊野号就是我们去年跟大家介绍 刚下水的隐形战绩 对不对 它除了有逆踪的功能之外 最重要是它反潜 它也是在封锁中国出入第一岛链 最核心的东西 而且日本不是只有一艘 我们以为熊野号只有一艘 结果没有 它2020年11月才下水熊野号 对不对 2021年3月3号刚刚又下水一艘 所以未来日本要建10艘这样等级的状况 你想想看 这个熊野号很厉害吗 熊野号很厉害 第一个 你先想当日本有10艘在整个西南出入 做隐形式的布置跟隐形式的巡航的时候 它下面会配备所谓的无人潜舰跟无人快艇 全部做什么 做反潜之用 所以等于是熊野号出去 整个熊野号外围几十公里 都是它征收的范围内 而且它还可以去攻击能力 所以它等于是查打一起 看这个语音直升机 语音直升机它已经设定范围了 如果你从佐货机场 你一千公里两个小时就可以到钓鱼台 换句话说在钓鱼台中间所有岛屿的食物 粮食甚至是运兵 语音直升机全部都可以协助 这是谁给日本的 也是美规的 就是美国现在海军陆战队 唯一标配像说语音直升机 我除了刚刚讲这种岛屿的布置 水面上布置 甚至连武器上布置 美国都是我最好的全部给日本 很简单吧 现在日本的主翼战机是F-16吗 不是 日本主翼战机是F-35 很简单 因为美国要求日本 把加贺号跟初一号 两个直升机航母 全部改造为真正的航母 我以后 我不只起降直升机 我还起降什么 起降F-35 所以美国等于把最好的软体 最好的硬体 一股脑的给日本 难怪戴维斯要相信 难怪戴维斯 其实主观大太也认为 这些日本人就是黄皮肤的美军 而且他们下一代的战机已经在进行了 重点是他们下一代战机 日本本身就有其技术优势 所以你看到日本 这是他们下一代的战机这么漂亮 其实就是第六代战机 第六代战机最后会不会长这样 不知道 但是它有几个非常非常特殊功能 第一个具有无人选项 第二个它给载弹量更大 第三个它以型效果更好 第四个它的速度比第五代F-35更快 结果你看包含三菱重工 洛克希德马丁负责提供技术协力 所以这些事情也表示是 美国也在全力协助日本 开发第六代战机 所以整个事情回过头来看 戴维森所说的 他为什么相信日本 很简单 因为日本等于是 美军一路抗大的小朋友 他等于是从日本这一队 从只有防守能力 一路具有实战能力 所以今天戴维森讲的没错 日本是该地区的唯一盟友 而且对于整个东亚地区 自关重要 好 董事长 你知道美国的取消 一定要念克劳塞维森的战争论 战争论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攻击攻击再攻击 绝对没有防守 就算是防守 也是小面积的攻击形成的一个防御网 今天戴维森讲的 今天我是球队教练 我绝对不止守 不守 我一定要反攻 我才可以照打赢这场的球赛 才能讲到 现在日本 我们没有想到 日本在整个美军的布局里面 至关重要 原来如果真的台湾有事的话 美国边场莫及 来到最快的 竟然是日本 而且日本现在对中国 还有打击能力 这个还不得了 他们现在花274亿美金 要去建构第一岛链 对的 克罗塞尔治还有讲一句话 在两军交战之中 最重要的 是要能够捕捉敌军的战力 战力 捕捉敌军战力 捕捉敌军战力 最重要 我现在讲这句话 什么叫做敌军的战力 目前解放军 跟这个美军 在太平洋的落差在什么地方 在一千两百五十颗飞弹 对不对 对 所以戴维斯现在这个讲法 整个逻辑 就是从这一千两百五十颗 中型导弹的落后 开始谈起 所以他今天的布局的 整个的东西要干什么 他要化手为攻 对不对 对 要攻什么东西 攻什么 攻高价值的这个战略资产 对不对 什么东西 就是那一千两百五十颗飞弹 他如果不能把那一千两百五十颗飞弹 自助 押注 那这个整个布局就没有意义了 对不对 所以他整个的发展的后续 未来的两百七十几亿美金 加上日军在投入的经费 然后构成所谓的西太平洋的一个叫做反 反介入区域巨址的一个整个大的一个战略网 封锁网 包括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 其中的最助长最助长目标 就是让你的海军不能出来 让你的飞弹射不出来 对不对 这个这个才是要主要目的 你说现在印太的策略是让中国海军出不了船 出不了岗 让你的飞弹离不了坑 日本发展什么 极音速导弹 我极音速导弹是干什么 当你的飞弹开始有动静的时候 我就把你打掉了 我就把你打掉了 他在第一时间把你打掉了 那台湾他这个作战的目标是什么 是美军跟共军在太平洋决战 不是在保卫台湾 那这时候来讲的话 日本在这整个决战的网里面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攻击地位 对不对 他是攻击者角色 当然是攻击地位 为什么 他不但是盟友以外 同时也是美国要保护的 在亚洲最重要的战略支撑 对 投入太多钱在那里 所以这保护日本 或日本的军队跟日本的国家 这个是美军的一个主要目标 就一直延伸到 从西太平洋南海 到马六甲海峡 全线的防卫 所以一岛链二岛链 才形成这个战略 所以他现在讲的这个意思 我认为在未来的几年内 他就会完成这个部署 那这个时候的解放军 就必然落后 因为解放军现在有装备 是十年前的科技 然后他会动弹不得 然后现在你共军 现在日军跟美军 未来发展的导弹 是什么导弹 是未来型的导弹 未来的飞机 是未来型的飞机 都第六代的飞机 海空 就是空海一体作战能力 包括卫星等等 那已经技术上超强 超强了 所以他还有把握说 让你窗帘都打开 你就摸摸鼻子回去 因为输定了 台湾这时候在里面 刚好被在第一岛链里面 扮演的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是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有可能是被攻击的 第一个被攻击角色 对 因为他一定是先攻击台湾 最有正当性 然后所以他估计说 六年内会攻打台湾 对不对 但是相对的 他也就是要跟参议院在六年内 要完成整个让你无法攻打第一 突破第一岛链的部署 对 所以他这个时间很计算 并不是他算说解放军什么动机 他要的预算 两百七十亿的预算 是要在这几年之内 完成所有的整个A2AD的一个攻击网 所以整个概念加起来的话 台湾刚好在这里面扮演角色 台湾也可以扮演攻击角色 也可以扮演防御角色 但是整个来讲的话 他主要目标 还是我回到我刚刚讲的 就让解放军在西太平洋 所有部署的空优跟海优 在一夜之间完全不能动弹 是在主要目的 没有想到 美国印太司令的这个策略 台湾是最有可能被攻击的目标 现在的印太策略 第一岛链居然要保护台湾 他特别想调 敌军的有力量 不可以上路 当敌军的力量要上路的时候 美军要花十七天到二十二天 我边场莫及 所以我需要谁 我需要美国 我需要日本的这个力量 还有一个就是在空中 台湾竟然已经加入 美国的空军的空中防御系统了 对 抱歉 事实上戴维森 有接受美国这个参议员问他说 未来台湾的状况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说未来印太司令部会直接来参与 或是给台湾的汉光演习 直接建议 直接建议 他直接说 他会说直接给建议科目 他们都会给建议怎么作战 他会派人来直接就指导 他直接说非常明白 同时他也说他说未来他们会跟台湾 协同说未来可能要军售给台湾什么东西 未来要加强台湾的武力的这个发展 所以这个讲完之后 你看我们今天国防部就说了 我们会跟美军严厉所谓建立共同作战环境 也就是说美军都这样说了 我们当然也可以这样说 那为什么这样 其实我们在讲中国到第一个反 第一个攻击的时候 他有可能用所谓导弹 包括说东风一百 东风二十一东风十七 这些都是针对着整个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 所以空中环境是相当重要 那台湾我们台湾对空中环境 我们到底能够建立这些东西吗 当然没有这些东西 这一定要美国来帮我们建立 这些包括什么 导弹飞机无人机 这些攻击台湾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反制 我们这些 我们需要美国在这个3D立体的 这些所谓相关的资源 所以未来我们会跟美国 我们加入美国的空中 还有飞弹的防御系统里面 变成是其中的一员 所以未来有时候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不是也要发展相关的 这个飞弹吗 所以有可能是怎样 到时候真的中国到发起攻击 我们也收到讯号 搞不好我们也要发动 同时间的攻击 所以说台湾的飞弹攻击 搞不好那个指挥权 也是在美国手上 对 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我们都知道 事实上现在整个美国的 他整个空中防御系统里面 包括导弹的发射 包括海基的反制 包括陆基的反制 所以他们现在不是建议吗 在关岛第二岛链 要建立所谓大量的防空系统 所以现在美国他是针对你 第一级的可能的导弹 他要先做相关的防徽 跟相关的防护 所以事实上 我们还讲到一个重点 为什么我们最近不是讲到说 美国好像对我们的保密防碟 越来越重视吗 因为第一个 我们刚才不是讲 我们要建立所谓 这个所谓三D立体的 这种空中的这个系统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今年要去参加一个 台美之间的军途会议 军途会议 军途会议是什么 军途会议我们要进入美国 一个非常神秘的单位 叫做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 这个东西 保险 这个是非常 美国目前最机密的一个单位 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 那这个单位 保险 到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没有人知道他的预算是多少 因为他的预算是大家都不知道 那我们进去这里面要做什么 因为他实际上就是把现阶段 所有美国能够掌握 所有的图资都掌握之后 他可以甚至绘成一个图 就直接给你 那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看 因为最近刚好美国的媒体 接受到他们的访问之后 进到这个相关的这个单位里面去 你看 这就是美国空间 地理空间情报局的总部 就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里面来说 你看 他们直接 他们拍到什么 他们直接拍到 他们在看这个 中国大陆南海岛礁上面的建设 南海岛礁建设 他就直接这样子 他直接建设出来 他直接标出来 他们这个建筑物是什么 这个建筑物是什么 这个建筑物是什么 什么各式各样 他直接给你判断的非常清楚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 你在哪里有地下淡水的储油 储水槽 储水槽 储油槽 包括你的跑道武器的储存 他都讲得很清楚 对 为什么他收集这些资讯 因为到时候攻击的时候 你是划成一个 抱歉 那攻击的时候 如果你飞弹要瞄准的时候 你要给他一个坐标 一个位置 那个位置 他们要划成一些讯息 搞不好这些都可以 卡成这个代码 他们就直接攻击过 所以他们就 你看他们用很大量的 包括说上面的卫星 各式各样的资料 完全把他数据 数据化 你说这些图子也可以给台湾热 对 这些空间讯息 全部都给你 好 那到底这个 这个单位多厉害 我们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当初宾拉登 这个单位一炮而喉 就是因为他们猎杀宾拉登 保安局长事实上 这些美国的海报图序 要进去猎杀宾拉登的时候 他们就做了这个东西 这东西是把他们房间 还有附近的所有的这个碉堡 全部都做得非常清楚 为什么能做到那么清楚 因为美国的地理这些 这个地理情报局 已经把他附近的突资 完全都建立好 甚至高度多少 哪里有什么小地方 所以他们在整个 模拟这个作战的时候 可以模拟得非常非常的确切 所以一攻击进去的时候 马上一击就成功 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保安局 这是针对所谓的 这个所谓突击队 未来不需要 未来是无人机 无人机的时候 你要怎么下给他命令 你不能够说 我去打你刘宝洁 这个不是 你要下给他一些坐标 一些坐标 这个坐标有可能是 3D立体的坐标 你怎么去标定他 所以你就必须要给他一些 相关的数字化讯息 进到这里面去 所以我要给你图资 对 图资还有一些数字的讯息 所以这个地理 国家地理情报局 就变成是未来 美国在发展所谓 无人战斗能力 或甚至未来的新形态战斗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构 远润 现在美国我们在高科技上 跟台湾合作 我们现在在重要局势上 也跟台湾合作 如果台湾 你开一个后门 被中国拿去 没有不就白完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3月10号 我们相关的人士 要去抓那些 包括说这个中国 大概有两家公司 来这边设这个 我们相关的这个盗取 我们或是可能疑似 有利用我们人才 这些的状况 老师 我跟他讲 事实上我们 这个在3月3号的时候 其实当天 还有一场更重要会 只是我们都没有注意到 当天是有什么 这个我们的这个法务部长 还有包括美国 美光的公司 他们要拍一个 记录片 叫做不能够偷的秘密 这个秘密是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美光 过去被这个偷的秘密的时候 造成美光的损失 还有这些这个 洩密的人的下场是怎样 那这个影片公布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都没有注意到 除了我们的这个 这个我们的检察 总长有去来说的话 高检署的检察长也去 调查局局长也去 然后我们的智慧财产局的 局长也去 一个会一个影片这么多人 然后业界有什么 台积电有人去 美光康宁 台湾默克日归月光办 然后李鸿达 电子友达 微软还有中石化 金元光一大堆都去 所以显然这所有 公司的法务主委都去了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影片 他就直接告诉你 美国未来 他是告诉你什么 美国未来会非常重视你 台湾的保密房地 不只在产业上面 甚至我们未来 如果军事合作的时候 这些机密绝对不能够流出去